80後撞完農夫 王國仲瓜抗霸權 首先我要宣布我是很窮的 我真的很窮 跟所有廢青一樣 我都是一個廢青 至少我身邊的朋友的現狀告訴我 我不是特別差 機場出身 爸爸做地盤 回考5A2B的他 大學偏偏沒有選擇具稱最有利上流的BBA 而是去了讀哲學 為人生找答案 和師兄一起守護菜園村 令他想對社會承擔多些 這是芒果 其實我現在有點像生態專家 熱帶雨林 這是芒果 在他這個位於旺角新田地界 一座六層樓高堂樓道的天台 還有熱情果 龍眼和香草 這些泥都是在元朗和馬市埔村 就運過來 然後就是由我們這些MK仔 一袋一袋托上六樓 所以都是非常辛苦 還有來自各行各業的義工 有銀行業 社工 藝術家 做教育的 每隔星期日都會來做一些大型勞動 包括翻土 翻堆肥等等 但為何堅持在鬧市的天台搞呢 因為市建局不斷地想去翻新舊區 令到王國變成一個服務自由行的旅遊城市 然後就要我們這些居民全部要搬走 然後讓老給別人 他希望讓政府知道 土地不只為重建和賺錢 可以有其他用途 而他們選擇的堂樓 正正是市建局收購項目之一 以武龍對抗霸權 一個社會的變革 社會的改變 就是需要有一些人去掀視一些旁門左道 或者是一些被人忽略了的東西 他才會進步 而我現在最正在試 最新的東西 就是我現在去學有七技工 試過買些樂神花給廣東道牌檔小販 賺過幾十元 當錢不夠的時候就做散工 有拍賣會的即時傳譯到電影大劇 什麼叫自主命運 你賺不到錢 可以儲夠錢提早退休 那就叫自主命運 但其實不是 因為你只不過是不斷做奴隸 然後就過了一個很可憐的人生 雖然條條小路都未必通到羅馬 但他說自己至少踏出了第一步 好像他自己說 不做過又怎知道行不行呢